对了,我去环岛吧 1.计划篇 这个故事是 对了,我去台湾吧 系列的续集 对了,我去环岛吧 回日本后 他回想台湾旅游的事情 那里的那个好吃 这里的风景很漂亮 一个人自言自语 突然,他又有了一个想法 对了,我去环岛吧 但是 台湾环岛需要多长时间 怎么环 他用电脑研究了 原来如此 台湾有铁路 所以我可以用铁路环岛 有人骑摩托车环岛 骑摩托车也不错 什么 骑脚踏车的人也有 这个我应该没办法 哦,这个厉害 有人走路环岛 这个我绝对无法 他越想越期待 可是我有工作 怎么办 用铁路和摩托车 应该可以 我有很多年修 明天去公司问问看 我想去台湾环岛 所以我想用年修 不行 什么 怎么办 嗯,你的太太喜欢台湾 是不是 所以我去台湾买礼物给她 所以麻烦你 嗯 嗯 我问她一下 隔天在公司 太太说你可以去台湾环岛 太好了 不愧是田河山太太 耶 但是太太说 我想要小仓饭店的凤梨酥 她拿到了去台湾的机会 隔天开始 她认真的上班 但是上班中 她一直想着 去环岛的事 下班后 有时候 她在星巴克 一边喝抹茶 一边计划台湾环岛的事 有时候 她在北浦河的教室 认真的学习中文 学习中文 越来越难 调查台湾的事情后 她发现了很多事情 台湾的北部 中部 南部 东部 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终于 她决定了出发的日期 2022年 5月1号出发 旅游日程是 台北开始 然后台中 台南 高雄 屏东 花莲 金门 这次应该需要 好好的准备 她问填河山太太和老师 关于环岛需要什么东西 喂 我想请问一下 好 好 我知道了 护照 OK 驾照翻译 OK 藥 OK 帐篷 OK 防晒乳 OK 海外保险 OK T恤三件 OK 短裤三条 OK 袜子三双 OK 内裤三件 OK 雨衣 OK 帽梯 OK 冠洗用品 OK 手机 OK GoPro OK 环保袋 OK 2022年5月1号终于到了 她一早就出门 那我去还早吧 留一块 我在lunch吃了两个牛角面包 喝了大杯咖啡 去台湾环岛吧 出发 待续台北篇